自传成都惊险南南合葬墓 墓中两人面面相去相拥而卧 如此有违伦理的墓葬形式 专家们看到后更是难掩起尴尬之色 这两位男性墓主人究竟是谁呢 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兄弟 父子 还是爱人 葬在同一墓中又是为何呢 2014年8月7号 一场大雨打破了成都上空的宁静 地铁线路的建筑队像以往一样进行着工作 突然挖掘机师傅的挖斗好像碰到一块青石板 惊艳老道的建筑工人立马察觉到了异样 说地底下说不定是一座古墓 于是他立刻上报给了相关部门 随后考古专家赶到了现场 经过一系列的勘探 发现地底下并不仅仅是一座古墓 而是一大片的古墓群 这可把专家们高兴坏了 于是专家们开始制定了详细的发掘计划 首先需要先清理已经被建筑工人破坏的古墓 随着清理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古墓逐渐显现 经过最后盘查 数量净达13座之多 这些古墓全部面朝西面 自西向东整齐地排成了两排 而且全都是由大块的青石板搭建而成 远观整个墓葬群显得是那么的肃穆壮观 随后专家们根据墓葬的形制推测 这应该是属于明朝的墓葬 可惜的是这座墓葬已经被盗墓贼洗劫过 并且很多古墓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即便如此墓中虽也出土了不少珍贵文物 但依旧令专家们十分惋惜 就在这时 一名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座特殊的墓葬 经过勘查 发现这是一座龙凤合葬墓 合葬墓在考古专家眼中并非十分稀奇 毕竟身经百战的专家们什么没见过呢 在场的人都以为 这不过是一座普通的夫妻合葬墓罢了 然而事实并非想象的这么简单 就在棺盖打开的一瞬间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见墓中赫然躺着两具尸骸 竟是两个大男人 自传成都惊险难难合葬墓 墓中两人面面相去相拥而卧 如此有为伦理的墓葬形式 专家们看到后更是难掩起尴尬之色 这两位男性牧主人究竟是谁呢 如此有伤风化的葬在一起 难道不怕被后人诟病吗 专家们立刻带着尸骸回到实验室 经过DNA检测 确定这两名男性并非亲属 难道他们的关系 真的会像我们猜测的那样吗 在我国古代 有龙阳之号的并非少数 其中最被人们喜闻乐道的 要属汉埃蒂和董贤了 话说他们之间 有一段不可描述的亲密关系 有一天夜里 汉埃蒂刘欣喝醉的酒 便在董贤怀里浅浅地睡去了 此时董贤有事去离开片刻 可又怕抽出衣袖 会吵醒怀中的刘欣 于是便剪断衣袖 只为刘欣能睡得安稳 醒后的刘欣看着怀中的衣袖 瞬间明白了董贤的用心 再加上董贤生的相貌出众 自此二人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了 后来此二人的故事 被后人不断地传送 自此演变成了今天的成语 断袖之辟 用来形容同性之间的友情 或者爱情 虽说古代有断袖之辟的人 不在少数 可最后葬在同一棺木之中的 还真是闻所未闻 迄今为止 这在我国还是首例 那么这两位男性牧主人之间 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世界呢 带着种种疑问 继续着挖掘和清理工作 这件墓葬之中的青砖和石板上 雕刻着大量精美的图案 其中龙凤图祥最为显眼璀璨 要知道在古代 可是只有皇室才能享用龙凤图样的 由此可见墓主人身份的特殊 同时考古人员还在墓中 发现了许多精美的陶俑 这些陶俑造型精美 做工独特 无论从形象还是色泽 都非常人所能拥有 另外还出土了很多珍贵的陪葬品 其中还包括一面铜镜和一对溜金银爵 与此同时 又一道难题摆在了专家们的面前 在这个古墓群当中 众多的墓室都有被盗墓贼洗劫过的痕迹 为何偏偏这座合葬墓依旧保存完好如初呢 后来专家分析 这所以这座墓可以幸免于难 可能是由于四川处于地震带上 这座墓室在地震中塌方 导致盗墓贼打不开墓门 从而无法取出墓中的宝物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只见官国躺着两具男性尸骸 而且还是面面相去紧紧相拥 不仅如此 这两具尸骸竟然还都是五十多岁的太监 就在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墓志明的出土使得一切的迷雾逐渐清晰 四川成都惊险南南合葬墓 墓中两人面面相去 相拥而卧 而这两具男性尸骸 还都是五十多岁的太监 两个太监为何会合葬一墓呢 出土的墓志明 为我们揭晓了所有答案 专家们认真地踏印着墓志明的石碑 随着文字的逐渐清晰 石碑上的一句话 让所有的专家都为之动容 同堂共学 弟兄永愿 由此可见 墓中应该是两个一节金蓝的结拜兄弟 根据墓志明的指引 专家们为我们解析了两兄弟背后的故事 原来墓主人的名字分别为 魏裕和阮英 两人相识于明朝的成化年间 当时魏裕八岁 阮英六岁 两人同一时期进入蜀王府 成为了府上的太监 由于两个人都既人篱下 又年纪相仿 于是很快便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也许是同病相怜 也许是志趣相投 两人便结拜为兄弟 从此相互照顾 相互关心 成为了这世上没有血缘关系的最亲的亲人 由于两个人非常聪明又机敏 加之又受到了蜀王的赏识和提携 很快便在府中混得顺风顺水 然而在当时封建制度下 一个飞黄腾达春风得意的人 一旦是太监 即便亲人受之恩惠 不免遭受世人的非议 毕竟太监终究不是完人 无后之人不能葬入祖坟 随着两个人年纪渐渐大了 也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 于是两人便自寻一块风水宝地 定下了死后同学的约定 后来阮英先一步离开 按照先前的约定 魏玉亲自为他办理了身后事 并在阮英身边预留了自己的位置 没过几年 魏玉也随之离去 他的后人按照魏玉先前的遗愿 把他葬在了阮英的身旁 自此两人终于完成了生前的承诺 死后同堂共学的愿望也终于实现 由此看来 南南合葬墓并非什么断壁之秀 相反体现了难兄难弟二人珍贵的情意 还有当时封建制度下人们思想的稚固